养伤四个多月还没完全痊愈 小卡今下接受膝盖手术 他在拍摄广告片时又腿明显不敢发力 NBA新赛季已逐渐临近 作为快船队的绝对核心 伦纳德今下因膝伤恢复情况不加退出美国南篮 而且他目前还没完全恢复健康 据美媒报道 伦纳德在今年5月份接受了膝盖手术 虽然他膝盖的肿胀和炎症已有所减轻 但还没完全消退 他将会缺席新赛季训练营前的某些训练项目 能不能赶上揭幕战还不得而知 考虑到伦纳德这些年的伤病史和出勤率 很多球迷对于伦纳德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毕竟小卡四个多月来都还没恢复好 让快船队新赛季又蒙上一层前景未知的阴影 伦纳德此前参与拍摄新百轮的广告片 视频中他笑着观看并用手机拍摄他人玩滑板 之后还与对方致议 不过伦纳德在从板凳上起身时 特意用手中滑板支撑了一下 看得出他的右腿明显不敢发力 由于保罗乔至今下转头七六人队 外加小卡宝受吸伤困扰 哈登在快船队中恐怕又得被当驴使了